大家午安 我是群燕營 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 接下来两个小时 国内外大小时 邀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 先来介绍这些小时来宾 首先要介绍的是 资深媒体人谢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台北市议员邮史慧 主持人好 大家午安 以及时事评论员张允萱 丁家好 大家好 好 一个小时 先带你来看到的是 在昨天很多人吵得要死 不是啊 就立法院里面太多争议了 后来呢 大家说 那到底要怎么样来做裁决 院长说话了 这个是韩国瑜 韩国瑜现在他还原现场了 说原来是议事人员 那个插卡给他插错了 他说呢 那个时候就是 现场的干事误认了委员 所以才会发生这件事情 那没关系嘛 现在如果是表决了结果与事实不符的话 我们会另期来处理 昨天吵了这样一整天 韩国瑜好像没有听到他说话 但是呢 他其实已经查清楚状况 而且有所定夺 结果呢 现在民进党还是有话要说 两件事情 一个事情呢就是那个时候 民众党没有投票 所以他们就对准了民众党问 你还要当小兰吗 这是吴思瑶的发言 另一个呢 则是庄瑞雄 他对于这个韩国瑜调查 不是很满意 因为他觉得说不对啊 那谁把那个按钮按下去的 他就觉得按钮下去那个人 才会造成两边平手的状况嘛 你不要说只怪那个 懲处议事人员 他认不得委员 你去怪他 懲处他 那那个乱案的都不用负责吗 他觉得对韩国瑜的这个表达呢 好像不胜满意 大家开始在问了 说都这样子了 还有要黑的迹象吗 其实说到了黑韩这件事情 巅峰一定就是当年他选举的时候 那个时候黑黑的什么样子 黑城说你看看 穿了一模一样的人 然后被压在地下 又或者是说会有一些这种 不要梗图啊 然后来示意图啊 模仿图啊等等 所以呢你看到昨天 当这个许巧心的大姑夫 被人家看到说 曾经骂韩国瑜一个字恶心的时候 大家就说了 黑韩下是已经变成了偏绿的人 一种吸反射的事吗 好原因是因为 现在他们想要操作韩国瑜不中立 但基本上到目前为止 因为先前早就已经有案例 人家判决也出来了 所以大家觉得恐怕会是白费利器 更何况 现在是不是处处的 还是不放弃卡韩这么一件事情 民主基金会现在他是董事长了 但是到底谁当执行长 王侯卫就讲啊 那你是要按张床还是要按前例 直接问外交部次长的讲法 他其实很保留 他说了 过去都很顺利产生执行长 其实按张成按前例都可以 你看他也没办法说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长官到底有没有话要说 长官有什么样的意见 现在都还不清楚 好啦 这个人说话了 这个是王世坚 王世坚说 我建议他其实可以去跟总统来沟通 他说总统应该会尊重他的意见 因为有些事情就应该委托让院长们去处理 不过这个坚哥不知道跟总统感情好不好 是不是真的总统就会听取坚哥的建议呢 因为一路这样子从民主基金会这件事情 从他当上院长之后打下来 大家就觉得民进党要必须小心一件事情 当年是丢了菜摊 结果才会丢了江山 现在呢 你越打他真的网络声量越高 我们去看一看 发现他一直稳坐网络声量立委这边的宝座 同时呢 他是115.8万 声量完全超过了第二名跟第三名 甚至两个加起来差不多就是他这么高啦 人气被你越打越旺 真的是民进党想要的吗 讲到人气 讲到流量 特别是网络上面 这一位现在被王世坚说 有所谓的焦虑恐惧 为什么王世坚说 柯文哲声量下滑恐惧症 柯文哲接被问到这么一件事情的时候 赶紧说 我哪有声量焦虑问题啊 哎呀 这个真的是他自己乱想了啦 多想了 因为呢 大家是看到他卖聊完 马上就杀到立法院里面来开党团的大会 大家就想问说 哎 那这样子是不是真的 你还是希望回归到美光灯前不甘寂寞 网络上是说啦 其实恰吉对他还不错 没有声量的师傅 是不是会变成如同拔牙的老虎 因为现在在网络上面的声量 前一阵子甚至还输给统神 柯文哲以前的声量宠儿 现在呢 现在呢在民众党今天去Google 可能找到的会是杨宝珍 好因为他在最近已经确定了 他要去跟基隆市政府合作 当任他们的政策推广大使 他讲法是说 从头到尾 柯皮都知道 柯文哲哲说啦 我知道啊 我知道他有去应征然后就上啦 哎不过 他特别又讲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 我自己也不赞成谢国良罢免案 感觉又在开辟另一个话题 不过他有强调哦 这个不算是白蓝配的合作哦 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看 目前的柯文哲 有没有真的像坚哥讲的那样子 有点恐惧 有点焦虑 回过头 我们想要请教淑惠委员 怎么样来看 因为现在韩国瑜还原现场 已经说好了 对就是意识人员认错嘛 那他误插了卡 然后要投票 重新投票的话 我们择日我们再来处理这件事情 但是民进党依旧不满意 我想这件事情 已经很多人都已经还原那天的现场 就是我们有三个委员 包括这个卢线什么 卢线1跟这个图全集 有三个委员戴着口罩 其实看起来真的是蛮相像的 我们媒体也有就把三个委员的 戴着口罩的样子呈现 那那个插卡的动作 都是意识人员进行的 并不是说把卡发给委员 由委员去冒领 然后委员去代插 整个意识运作 我想民进党立委 你们当了这么多年立委 也都很清楚 所以这个韩国瑜院长 已经行使他的调查权 也公布了整个调查的真相 也表达要成熟 我觉得民进党就不要再像小孩子一样 输了以后还不敢玩 好嘛 那就重新再投一次嘛 对不对 不就是这样子嘛 最彻底的方式就是 不 大家再投一次 不然你们还要怎么样呢 你也没办法惩罚立委 要惩罚立委 当年吴思雅这样 倒入咪发生 那吴思雅你要不要先 惩罚四次再说 因为你带头四个嘛 所以就是立法委员 没有办法惩罚 你们立法委员都好棒棒嘛 吴思雅也曾经带头过 民进党有多少人都带头过 如果要惩罚都可能还在追溯期间 那全部惩罚你们这些民进党立委 也不行嘛 那就是倒霉的意识人员要被惩罚 然后全部再筹一支票 国民党也不怕嘛 那这次假动就不要有人在缺席了 所以韩国已经调查也给出了答案 我希望民进党的这些立法委员们 不要再像小孩子一样闹 尊重立法院院长 如果每一次立法院院长讲什么 你们都要闹的话 那到时候民众会觉得 你们这些立法委员跟幼稚园的小朋友一样 老师说什么你们都不听 不听不听 这是一个立法院耶 你们向大人一下好不好 好 那再讲到民主基金会 每一个基金会都有他基金会的章程 按照所有基金会 百分之八九十的基金会 执行长都是由董事长来提名决定 最多加一个由董事会来做通过 董事长提名董事会通过 就是这样而已 没有人还要去问总统的啦 总统管那么多基金会 我们中华民国所有公款去投资 或者是去补助的基金会有多少个 其他基金会的执行长任命 都有经过总统要去跟总统讨论吗 为什么韩国瑜特别遂寒 任命一个基金会执行长 就还要去问过总统 王世坚你在讲什么啊 那韩国瑜这个董事长不当 也就算了 就不要当嘛 之前我们就建议过说 我看韩国瑜也不要当了 立法院把这一亿都全部砍掉算了 当了这么窝囊 先是开会也要被你们糟蹋 之前光一个开会 吴思瑶一直说有通知韩国瑜 通知跟征询是两回事 今天如果韩国瑜是内定的董事长 开会时间要以董事长为主耶 你当然要配合董事长的时间啊 我是董事长你们开会时间不用 是我来决定吗 而是你们来决定 然后说董事长你不能来开喔 不好意思喔我们都想今天开 这不是瞎了吗 然后韩国瑜是被任命 被通过 这是非常不尊重的做法 也就是韩国瑜脾气好 就摸摸鼻子就热了 然后现在董事长要提名一个执行长 好像要给你一个很大的欢迎说 要不然这样啊 你去求蔡英文 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一天 那个是什么场合 那个在忠烈池的那一天 蔡英文韩国瑜就在他后面 当蔡英文转头过来的时候 总统面对这个最高民意机关 立法院院长 蔡英文是连正眼都不看他一眼 连打个招呼说 院长 都给他三秒钟跟他打个招呼 他都不跟他打招呼 完全藐视民意机关 藐视民意机关选出来的立法院院长 请问一下 民主基金会为什么要去问过蔡英文 过去的苏家权也好 刘锡坤也好 你们在任命执行长的时候 有没有还要夜奔总统府去问蔡英文说 请问一下 我可以任命这个人当执行长吗 如果没有的话 你们民进党在说什么呢 好 不过他们也有这个讲法 说先前的执行长 基本上都是总统同意的 所以那不是夜奔 他可能是先前就已经有些讨论 或是已经有些相关的征询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从他当上院长之后 大家就发现了 即便在这一次的事情上 基本上韩国瑜是用最快的时间来做查明 同时他也有所处理 在行政程序上面 都到位了 但是 庄瑞熊还是会持续讲 为什么你没有去找出那个谁按那个扭的 为什么议事人员要被惩处 为什么 韩国瑜你真的有中立吗 这一次谁按扭不知道 但是民进党过去吴思瑶很会按扭 我们都知道 一大堆人都在那边乱按扭 那先处奔他 不然的话为什么 为什么这一次人要被处分 之前都不用被处分 但是我真的是觉得 我们这个漏袭要把它改掉 不要再用什么表决卡了好不好 总共立法委员也不够才113个 但为什么不能够直接现场 每一个委员直接问 你赞成还是反对 就直接简单 然后拜托也不要为难这些议事人员 你现在很多人还戴着口罩 你说真的 这一次卢献一没有出事之前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我讲实在话 我真的不知道 我承认我孤陋瓜文 所以不要去为难这些议事人员 就是每一个人 你是哪一个委员 你赞成还是反对 直接唱名 才100多个人 一下就结束了 何必弄什么表决卡 弄表决卡就是让一大堆人专漏洞 去帮别人按 要不然就是你根本没来的人 也有人帮他带按 不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我真的觉得 釜底抽薪之议 就是把这个制度改掉 以后直接用唱名的 每一个委员直接问 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然后也不会有这种 什么别人带答带按这种状况 这样不是比较好吗 我是觉得 民进党最近自打脸的东西太多了 昨天晚上差点停电 不是告诉我们说 经历过花莲镇 在我们什么电网 比以前强顾多少 就昨天晚上差一点点就挂掉 要不是台积电这些厂商 配合你就完蛋 不就是这样吗 然后现在又来 又拼命想要去打 徐晓星大姑 结果打到后来发觉 这个林渝伦跟他们民进党人最熟 他所有的关系图都可以牵涉到民进党人 到底是徐晓星跟他比较熟 还是民进党跟林渝伦比较熟 民进党要打这个我是很高兴 反正有罪的人全部都抓一关 一个都不要跑 这样好不好 那我是觉得民进党现在大概真的没什么东西可以打 所以一直在打韩国瑜 可是你打韩国瑜说真的 你们做到唯一的优势就是越打他声量越高 完全反效果 我也不知道这样打到底什么意义 民主基金会一个小小的基金会一直在那边叩叩叩 然后我觉得这个外交部次长根本就是滑头 什么叫做按章程或前例都可以 你有章程就要按照章程 没有章程才按照惯例 不是这样吗 这是基本的法制概念 难道说你今天已经有法令规定在那边了 然后你说不行 我们的惯例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按照惯例 那就不是法制国家 是人制国家 所以这个市长到底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 所以我觉得章程上面已经明定就是 董事长决定执行长 那就是按照这个方案去走 那请问一下赖清德为什么不同意 我不知道赖清德有没有同意权 因为章程上完全没写 那赖清德为什么要不同意 赖清德可不可以讲出个道理出来 卢叶松到底有哪里不好 你们提的人又有哪里好 你至少要公租于是告诉全国民众 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 所以总统一直躲着 然后拼命动员你的侧翼 动员你的走狗打手 不断去打韩国瑜 请问一下打到最后结果 打到最后结果是你们自己的声量越来越低 这不是好笑吗 那至于柯文哲到底有没有声量恐惧症 我觉得很简单 柯文哲认为自己没有的话 那就你可不可以不要一个月 两个礼拜不要出现在媒体前面 你敢不敢做这件事 你就好好去 你们不是研究出来有270多样问题要解决吗 你就解决这些问题就好了 不就是这样子吗 其实柯文哲自己都没注意到吗 他的作为现在跟民进党差不多 民进党越打韩国瑜声量越高 结果他去麦寮复选 你复选越用力 结果对手得票越高 所以他自己要想想看 自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是 请教一下雨萱 他投票是这样子 就是议事人员他会先看现场 包括他目视 然后去统计说 包括他有签到表有多少人到 到了之后他就把卡片 负责由议事人员去插 然后让委员坐在卫衣上按投票 原本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各位这时候几个问题来了 民进党现在一直主张 这个卫照文书 包括我刚才跟李坤程同台 他一直在讲卫照文书 其实我好 那没关系我呼吁 卫照文书是刑法 追溯期很长 告下去 来请告 我支持这些民进党的爱教都告 与此同时 我们大家开始把15年 反正追溯期里面 民进党所有的包括吴思瑶 站着走过去 用手慢慢的这样 游移我轻轻的来轻轻的按 1234四个灯 来 吴思瑶也告下去 这小敌大作 那没关系都比照办理 反正卫献衣大家也没人认识他 要告全部都来告 要保证你民进党的比较多 那不就是这样子吗 那再来第二件事情 今天这个案子到底重不重要 这个案子根本就垃圾时间 他就是一个复议案 复议案就是说 我把他一毒要复委 又把他拉回来 所以国民党的人要再浪费时间 再重送一次 重送一次之后还是会再复委 但你好 你要浪费时间 那没关系 那第三件事情重新再来一次 请问一下这个案子 国民党如果真的要表决 会表输民进党吗 重来一次之后 52加2 你51票 还忘了自己现在是国会少数 还在浪费时间 在争执这种点上 最后走到二毒 走到三毒 请问一下国民党不会假动吗 还是说假动人不会来吗 到时候表决你们还不是造输 对不对 你们柯建民自己都没来了 所以为什么不用用这种 圣人的标准要求别人 如同这个黄国昌讲的 这是第一件事情 在卡汗这件事情 我觉得真的怪 那怪在哪里 因为钱真的不多 就1.5亿 其实韩国瑜的策略 现在已经很清楚很单纯了 反正我们就是双进双出 其实对韩国瑜的他也无所谓 他之所以要去接 然后说好董事长 最主要是因为这个职位 本来就是以立法院找回惯例 而且他是国家的门面 但现在民进党要的不是脸 民进党要的是钱 各位你看懂了吗 韩国瑜说不行 我们立法院 我要当立法院的脸 但民进党不要脸 他们只要钱 他们现在逻辑是这样 所以对他来讲执行长他当然一定要 把他收入拿囊下 所以各位你一直在讨论说 董事长 执行长 为什么他们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 其实坦白讲 就这点钱而已有这么重要吗 我们就讲 你说现在包括我们讲卖了 柯文子他现在的问题 其实我反而觉得杨宝珍那件事情 很有趣 就是他最后一点时间 然后他跟大家讲说 没有杨宝珍都有知会我 都有告知我 我都很清楚 我都了解状况 真的吗 各位你相信吗 我觉得他只是最后一点时间 他还要面子而已 好 这给刚刚要脸这件事情 贯穿了整个评论 确实现在在政治议题上面的观察 大家想知道的是 如果按照规矩来 可以有新政效率 也可以把事情都做得很好的话 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这些事 我们先进广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订阅 他们是推荐的 以前 改参照